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人 孩子都靠她一个人支撑照顾 对于生活的累 岳女士从未喊苦 但就是有个疑问始终在她心里日日折磨着她 我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 我照顾一家人的车和拉沙 为什么全家都对我不满意呢 我想找到答案 岳女士非常不解 自己17年的辛苦付出 为何没有换来全家人的认可 反倒是被孤立 如今大女儿直接断了和自己的联系 现在把我拉黑删除了 两年多了吧 二女儿处处排斥自己 二女儿不听我的话 她就反抗对抗 丈夫更是不停地指责自己 我干啥啥不好 姓门就是满院 你干了这不好那不好 这个张那个张 岳女士满腹委屈 她想寻求一个答案 然而丈夫吴先生却说 答案就在岳女士自己身上 应该最起码 下手她自成的原因 从来没有说过 我一句辛苦了 就是你不对 丈夫的这句话 瞬间激起了岳女士内心 压抑的情绪 17年 岳女士费尽心力 想要找到那个答案 可越是这样 委屈越深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真的是如吴先生所说 出在了岳女士这边吗 调解员胡建云的一波 不同寻常的操作 能否帮助岳女士 找到这个答案呢 我给你做个实验 好吧 行 好的 你看 你闭上眼睛 最终在我们调解团队 老师们的帮助下 这个家庭 能否重新回归正轨 走向幸福 让我们一起进入 今天的金牌调解 寻求了17年的答案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岳女士和吴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 我照顾一家人的车和拉沙 为什么全家都对我不满意呢 我想找到答案 家里人对你都不认可 老公 大女儿 二女儿 都不怎么满意吧 好像一个保姆 其实还不如保姆 吴先生 我刚刚看你妻子在说的时候 你笑了一下 我说什么话她都笑我 笑我二百五 她说全家对她不满意 我觉得也没有 为什么大女儿 二女儿 不听我的话 我感觉她都是背地的 跟着我唱反调 我经常在外工作 不在家 孩子也是她管了 她叫了 就不听话 我应该最起码 先走她自成的愿意 吴先生直言 造成如今的局面 岳女士自己要负主要责任 这一说法 让一旁的岳女士很是不服 她认为 自己已经对这个家尽心尽责了 就是因为丈夫和自己作对 才让自己身处孤立境地 就拿大女儿来说 其实大女儿并不是岳女士 和吴先生所生 而是吴先生前一段婚姻 带来的孩子 可即便非亲生 岳女士也一直将大女儿 视如己出 进门的时候 我大女儿是十岁 特别疼这个孩子们 我就是让她 长寿到 这个有妈妈的知味 对大女儿 岳女士给了她 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随着女儿的渐渐长大 岳女士更是一心 为大女儿做长远打算 可她的用心却遭到了丈夫的曲解 我的老公就气得知真眼珠子 这就是后马 我心眼不怎么好吧 没有 从来没有 她嘴上不说 但是说挂到脸上了 虽然吴先生极力否认这一点 但岳女士断定 丈夫就是口是心非 其实心里早就对她心怀不满了 因为在那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丈夫的一个举动 彻底暴露了她的内心 也证实了岳女士的判断 我一个人做饭 六口仍吃 二女儿也小 儿子也小 我说是快点吃 快点吃 吃了 我还喂二女儿 还喂儿子 我还得吃 我还得洗一碗吗 但是大女儿在那瞪着 就不吃 我就拿筷子敲了她 这儿一下 我说快点吃 后来这不行了 我老公就动手了 打我 打我 我端上了锅 那天中午我也没吃饭 端上锅 我哐叉就摔院子里边了 她说那件事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知道 我爱人吧 她有个习惯 就是饭前叫子 时候可多了 一到吃饭 开始批评着孩子们 让孩子慢慢哭着吃 我经常说她 我说你吃完饭 在批评孩子 但是不行 这个事不是一吃 好多吃 那天如果只说了一句 快点吃快点吃 你动手打她的次数多吗 没有动手打过她 我要与我的人格担保 她打过去了忘了 但是我不可能会忘记的 就是拿那个圈处啊 我推断她 绝对不可能打 拿圈处了 你如果打人 那时候是在说到哪儿 说不过去 那一天 夫妻之间的冲突 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们无从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 吴先生对妻子的教育方式 确实存在不满 然而 岳女士并不觉得 自己有多大问题 反倒是丈夫 这次情绪的发泄 彻底让她这个继母 在大女儿面前失去了威严 后来大女儿 就是唯不听你的话 唯不跟你降嘴 内抗 有她爸爸给撑腰 继母本就难当 被丈夫这么一闹 岳女士和大女儿的关系 急转直下 交流越来越少 可即便如此 岳女士还是在经济 本就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 克服重重困难 供大女儿读完了大学 两年前 大女儿参加工作后 岳女士满心期待 大女儿能反哺家里 不料大女儿 却突然翻脸了 越来越疏远了 现在把我拉黑删除了 大女儿为何会跟养育 自己十几年的岳女士 断了联系 对于这其中的缘由 岳女士至今也没想明白 就因为我转发了 两个小视频 有一个小视频是 有一个孩子 三岁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到外边走了 扔下孩子不管了 后来几十年以后有病了 又找这个孩子要钱 给我几十万我看病 还有一个小视频是 男孩呀 他在这个地里边 他的爷爷奶奶捡到他 供养他上大学 然后就是为了 报答爷爷奶奶的养育症 就是能放弃市里边的工作 就到这个县城 跟这个乡下 为了方便照顾他的爷爷 我就是说 我不学那个妈妈 你学这个男孩 阳光一点 内心不要自闭 那你发了这两个视频以后 女儿有跟你说什么吗 直接就把你给拉黑了 对了 我感觉他大事了嘛 可以挣钱了 你是你 我是我 挣钱是我的 你别跟我玩这套 他和我女儿 经常提前 应该为家付出了 怎么回事 本来他是干工作 他经不起这个压力 付出是应该的 我女儿也是有良心 她有时候张的口大 我瞧人家给五千块钱 所以我女儿不高兴了 女儿呢 刚才都是挣一万一 她所有的生活费 到北京以后 我算下来 帮那个房租 都是连什么物业 她还要什么 叫养老保险 明白 医生保险 明白 还得打车 做饭 这都是花销 算下来没有多少钱 我女儿是达不到 人家说你打死我也达不到 也有工作压力 她经常发现没用的东西 笑从来不笑从来 这个那个呢 所以说我女儿先翻 刚刚月女士说了 我发给她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话不用明说 你们都比我学历高 经得多 一听就能听出来 她没有传达 传达到我的心声 告诉大女儿 我是怎么想的 我希望她可以说说女儿 为什么把妈妈拉黑 妈妈付出这么多 她知道也没啥态度 对 拉黑就拉黑 与大女儿关系彻底闹腔 月女士认为 关键在于丈夫吴先生的不作为 没有从中起到解释调和的作用 而当提到二女儿 也就是月女士和吴先生所生的女儿 月女士同样认为 二女儿对自己的排斥 也是因为丈夫吴先生 2020年的三四月份 上这个网课吧 拿这个手机 发现我的钱 被我二女儿玩游戏 输了一千六百来块钱 那个买皮肤买装备 然后我就打我的二女儿 她的屁股都拧的 都那个都轻了 气得我 我就是 那时候女儿多大 十三周睡吧 她不写不写作业 老享班手机 但是我不给她手机玩 她就反抗 对抗 我就是 我做的饭 你想吃你就吃一口 不想吃你就吃 我老公呢 他就背着我 给一帮那个小卖店去打钱 人家不吃我做的饭 人家吃喝饮料 吃那个雪糕 吃那个零食 从来不吃我做的饭 人家肯定的关系好 回来了 我给你个钱 你买吃的买喝的 你看我手机 人家孩子都说她好 孩子们不对我在眼前 我看着呢 我批评她 我训她 当然她说我不好了 人家坏的就是个好人 她的充塞是无敌的谈 我也没有不管 我也教育女儿 你说孩子们大懒 她说 说是 偶尔没个零食 可以 她管钱管了警 不给孩子们 你说我在外边回来了 段不给个十块八块 不能说 我给孩子们个零花钱 就是我教育孩子 不听她话了 那真是两个概念 她本来叫小 好好教育 你不是说打她 那么点孩子 打打就顶事了 那如果都 都是暴力倾向去教育孩子 那说管用 都去暴力管用了 为什么她会更加猖狂呢 有一次 也是我手机上丢钱了 我直接拉到她派出所 我一直都是说 叫派出所的人 派出所的人 可以轻微地教育一下 那女儿什么态度当时 她当时哭了吗 我二女爸 她老师觉得 她要上了记忠呢 我管不了 我才带到她的派出所 我只能管的话 对 我就不可能会带到她的派出所了 就是你看你 用你的话说 你也管着她了 照顾也照顾了 是吧 打也打了 然后派出所都去了 但是好像 二女儿现在跟你的关系 还是不好 对 我感觉老公配合得不好 轻微地说是 你不对啊 你憋这个 憋那个 她可以帮我解释 你看妈妈打你 为什么呀 你可以把我的心声 告诉给她 大女儿没告诉 二女儿没告诉 所以说我心里想啥 我都不跟她交流 在处理和两个女儿的 关系问题上 丈夫要么不作为 要么和自己反着来 久而久之 在孩子们眼中 只有爸爸好 而平日里付出最多的岳女士 却成了一个恶妈妈 既然如此 岳女士一气之下 决定在年底 丈夫即将从外地回来时 离开家里一段时间 也出门做些临时工 让吴先生独自一人 在家承担一切 可就在岳女士 刚走没几天 家里就出事了 他们年仅12岁的小儿子 差点把命给丢了 大家好 我是铁风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 长期服用他听类药物的 都知道 补充腐霉Q10能给心脏 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 良好的运作状态 有一些老铁觉得 腐霉Q10太贵了 不敢用 动则一个月都得三四百元 不过本档快乐团品 让你买到就赚到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每平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平均每天相当于一块六毛钱 而且只限购三瓶 本档我们只备货了三百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现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这款腐霉Q10 首先就是含量非常高 每一粒的规格是300毫克 每100克含腐霉Q10 13.3克 处在市面上 腐霉Q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是心脏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而不敢服用腐霉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本档福利价格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 相当于每天一块六毛钱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孝敬爸妈 都可以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只限三百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 在金视频也会同步的直播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的APP 记得要点击 并且加入到我们 金牌调解的社区里边 这样的话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 还可以和观察员老师们 邻居里的互动 我们的调解 继续进行 就是我走了十多天以后 小年的前两天吧 他回家了 我小儿子说吧 他说是照顾他奶奶 是累的 他奶奶老一晚上 弄拉屎 这个患子尿窟啊 都是我儿子在照顾 累了以后吧 他回家了 我儿子感觉不舒服 他都去那个小卖小药店 去买点三块两块的 买点这个那个的 我说感觉到他不舒服了 马上赶上医院去 他拖一天四一天 我大女儿就是小年 小年可能牵一天回来 我儿子有病了 他就是老照顾我大女儿的感受 我赶紧做好吃的 好好地照顾我大女儿 不到正月出山了 我儿子都快咽气了 这才打120 送到县城医院不行 后来要转到十二庄儿童医院 当时是什么病啊 通症 酸症 糖尿病 也不是说他就是我耽误 他那样说也不对 孩子没有发生特别情况下 他说上医院 我怎么去医院 到出山早晨吧 凌晨 那天是要呕吐了 爬到床上了 我说怎么回事呢 我就叫他 身体都转了 我都快往医院弄 已经发现孩子是糖尿病了 因为糖尿病不是说一天 两天都做成 我也动气 我气他不应该走 在我回来以前吧 我不知道他走 那月十六十七到早来 把孩子们都扔到家里了 家里有老人 有两个孩子 就相依为命 小儿子差点出事 吴先生责怪妻子 不该扔下老人孩子 独自出门 这让玉女士听了 是万般委屈 反正都是对我有意见 我干啥啥不好 在这个家里 月女士感到 前所未有的憋屈 不管她走与不走 对孩子管与不管 似乎都会遭来 丈夫的不满 孩子的不待见 在这个家里 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错误的存在 我进了她家 就跟个保姆一样 其实还不如保姆 就是我进门就是满院 这个张那个张 有时候别人给她救一副 我们就试一下 能穿着就穿 我这件舍不得 人那件舍不得 她嫌我烂七八糟的 但是我干什么也有 约是白整整齐齐的 明白 我经常在这边 我喜欢家里 卫生点 干净 就是孩子们 也不穿婆婆蓝蓝的 她和我的理念不同 我的孩子们 和别人家里孩子们一样 她比较穿的 婆娑 撑脚 比较她自己 也是一样 我不喜欢 第二就是 我也喜欢干干净 用卫生 比较温馨点 这就是我的心声 我脏 也不是那么脏 扔多地方小 我就说你白天弄 该弄了弄 我晚上了 你们睡觉了 这个搞卫生的 她追求的是完美 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去出去打工挣钱 她老嫌我花钱多 大手大脚的 她一个月给个 一千多块钱 上了一千五就自问我 你拿钱干什么了 先我乱花钱 我就说我想挣钱 我想买啥 就买点啥 我认为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是 比上不住 比下犹豫 我媳妇花钱 不该花了 她老是花 你用这 买中药 泡澡 买中药 没有花到正道上的钱 我买药 泡澡 就是因为给她 省了三块五毛钱 我儿子42天的时候 我去县城 服幼医院做检查 我去的时候坐公交车 回来的时候 她说那摩托车带我 我就是我感觉有点冷 好像这风打到骨头里边 我说是 要不我下来坐个公交车吧 我不说这句话 还好说 我说了这句话以后 人家骑着摩托车更快了 所以说落下这个病根 现在14年了 这就是右脚脚长的凉 怕风 就得穿这个保暖内裤 大夏天的穿着那么热 所以说呢 我省点钱 我就是买药 泡澡 坚持着我晚上12点以后 能睡着觉 不是说是非得说我落下来 42天她飞去县城 我就说你别去别去 那天比较有点冷 真冷 人家是飞去不可 检查完了 我摩托带回去她 不讲 我家离县城 就是那会就是 骑摩托顶多20分钟的时间 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为了省3块5毛钱 你说的是 为了省3块5毛钱 这是胡说 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 好比方说是吧 我儿子出院了 人家买两个虎龙骨 人家切了一盘 人家说是 哎 案板上有呢 你自己切着吃吧 她断那盘 跟我婆婆去分享去了 跟我儿子 也许二女儿 他们去分享去了 就我一个人 她没说 切上这一盘虎龙骨了 来 老婆吃一口 明白 其实我不是说要吃那个 我就是吃一个 老婆你辛苦了 在家超市 要照顾婆婆 洗皮肤 整理 搞卫生 她身上饭端到更前 在窗上躺着 就是我一个人在超市家务 明白 从来没有说过 我一句辛苦了 就是你不对 结婚17年来 月女士全心全意 为家庭付出 既要照顾瘫痪的婆婆 又要养育三个孩子 还要做农活 操持家务 最终换来的 却是全家人的孤立 就连丈夫也从来不曾认可和心疼她 还不断地指责埋怨她 月女士觉得委屈极了 此时我们的观察员吴燕平 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接下来 她毫不犹豫地向吴先生发起了质问 我问一下先生 你看过你太太的那双手吗 我回答吧 没有 从来没有 你等会好好地看一下 还有再把你的那双手 跟你的太太的那双手比较一下 先生回来 平时会帮太太做家里的家务活 或者是帮忙吗 很少做 回来就是埋怨 这个张那个差 我觉得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 吴先生应该心里能够感知到了 因为你是一直在说 大女儿 二女儿和我的儿子 从这里他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把老大事如己出的 如果说继母不好的话 那么有可能这个继子 你不一定能够接受到这么好的教育 照顾我大女儿吧 一直都是我陪伴着她 我就说你是凶鹰的 就可以展翅飞翔妈妈 要饭吃 也可以培养上大学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不仅是你的大女儿要感恩 我觉得你也要感恩 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整场没有看到一个先生 对于太太的最基本的关爱和疼爱 火轮果端过去 你给她的说的是 就在厨房或者在灶台上 你可以自己去切 你享受到了 儿子对妈妈的这种天伦 和爸爸对于子女的这种天伦 但是你却忽略了最基本的 夫妻之间的互相尊重 互敬互爱 你的理想很好 希望家里干干净净 也希望妻子整洁 清爽 但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要为家庭付出 那里还要下地干农国种菜 还要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婆婆 然后还要让把自己收拾得 这么井井有条 让你赏薰悦目 家也赏薰悦目 她不是圣斗士 她也只是个平庸的人 孩子的教育不是妈妈一个人的 你一个月回来一两次 或者几次的时候 你对于孩子 你可能有这种补偿心理 但是这种补偿心理 只是你单方面的补偿心理 这样没有为一个 完整的家庭教育 建立一个正当的 双方夫妻的教育模式 就像你说的 在餐桌上不能教育 只你确实会影响她的 这个食欲啊 或者对孩子不好 家庭吃饭的氛围都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妈妈白天 为家里所做的家务活 做饭 琐事残生 还要照顾一个 在床上不能治理的婆婆 她除了这些时间 还要下地干农活 她其他的什么时间 来教育孩子 几乎已经是见缝擦针了 这种方式在这个时候 确实是不妥 可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她又能够做到什么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只有两个词 分裂和不满 一个是教育问题呢 我们看到这个月女士 确实是性格呢 就是有点强硬 第一个呢 我们谈一下大女儿 你没有去理解她 她刚刚参加工作 自己还没有立足的情况下 你就跟她要 一下子要这么多钱 那肯定是对你很反感 而且在她对你反感的基础上 你又不断地给她施加 这种情感上的绑架和压力 这样就是束缚她 所以她就把你拉黑和删除了 二女儿处于这个叛逆期 因为她玩手机输了钱 然后你报了警 通过报警去吓唬她 这个我能理解 你的身体不好 对不对 然后你要照顾三个孩子 还要照顾婆婆 这个压力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 然后你性格又很强硬 当你急躁的时候 肯定把你的压力 或者是变相的 或者怎么样的也好 会转移到儿女身上 所以说现在就形成了 一个坏妈妈和一个好爸爸的格局 在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卢先生 确实是要承担一些责任 你没有看到 他做的这些东西 这个照顾家的压力 是非常 比你那个单纯的工作 要复杂得多 在女儿和妻子之间 他们矛盾之间 你没有做好评 第二个就是不在意 就是你总觉得 他不该花 花销大手大脚 尤其是他买中药 但是你要知道 他买中药的这个病根 是跟你有关系 而且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说用中药每天泡澡 我才能睡得着 那么他不用中药泡澡 他睡不着觉的时候 他难受的时候 你体会过吗 他在家里面为你分担了多少 你在外面 你不需要去承受的压力 所以你在外面才能赚钱 才能干得好 才能这么舒心 而你现在把所有家里 出现的问题 全部都推到他的身上 我觉得你真的 有点不负责任 因为他有原来 比如说他有硬邦邦的性格 你没有去顺随他 你没有去满足他 没有去认可他 他这种不舒服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才会加剧 才会把这些东西 带到儿女身上 你是有责任的 你什么都让他去做 活也让他干 教育精神 那个教育子女 精神满足也得做 但是你不给予他一点的东西 那他不要爆炸 好的夫妻关系 是幸福家庭的基础 夫妻之间不该是一味地索取 而是要互相地付出与理解 为了让夫妻俩 更直观地认识到问题所在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先做一个小互动 我给你做个实验好不好 先好的 这个实验可了不得 你看 你闭上眼睛 感受一下 那么调解员胡建云 究竟想通过这个小玩偶 给夫妻俩带去一个 怎样的启示呢 好 可以睁眼了 我刚才呢 用十秒钟的时间看着他 向你们发送知识和文化 有用吗 没用 对 如果我们只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 就想影响别人 可难了 所以我玩这个是没用的 我如果想帮你们 我是不是要从你们的感觉出发 也就是说 你听得见吗 你看得见吗 你听得懂吗 你做得到吗 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 是吧 那我们教育孩子 请问二位 我们都是一片真心 但问题是 为什么今天你却成为他们 抗拒的对象呢 你们俩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 是吴先生很多时候 他其实会去关注孩子的感受 孩子首先要的是自尊心 然后在跟你们互动 在学习过程当中 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需要自信心 这两样东西都给了孩子了 他就会成为什么样 自律 你呢 很可惜 你真是一个好心人 负责任的后母 可是你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呀 你想想 你那个筷子敲他脑门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 我要教育一下他 提醒一下他 但是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呀 孩子的感受是 我真持不下来呀 你不要做那一种 自己累得半死 每一天 上一老下一小的 完了之后 什么事都要去顾问 都要去操心 然后想要把自己的 想法 自己的期待变成现实 希望孩子们都能做到 就要累死自己 吓死孩子 我建议你啊 重点还是放在 你们两个关系 互相配合 互相解释 互相打圆场 让孩子们知道 读懂 原来你们是负责任何爱他们 然后要听得进彼此的建议 无论是在亲子关系问题上 还是夫妻相处上 都要遵循理解与尊重对方的原则 才能让关系良性发展 逆世里 听了调解老师们的一番分析 吴先生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主要是我以后多多关心关心他 不能什么也计较 是啊 他的胆子太重了 知道了吧 而且你要学会赞扬他 我的付出 我的老公认可 我的孩子也肯定 这会让你能增添这种什么 增添的动力 吴先生承认 自己之前确实忽略了 妻子的一些感受 表示今后会多体谅妻子 而对于妻子所担心的亲子关系 吴先生说 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他没有别的想法 一年没年回 他不能都想他骂 但是那个机会 我媳妇也没有给没年走 有一年不走 也都办 这个事情早就解决了 我女儿是个孝顺的孩子 每年给钱 最少给两万块钱 她不是不保 所以你做好桥梁左右 知道了吧 对 我以后也是跟她做好这个调节 对对 多教育这两个孩子 听她话 把这个香粉和他们 也跟孩子们做个好沟通 对对对 吴先生说 大女儿每次过年回来 都会主动询问妻子的近况 但由于妻子最近几年年底 都在外做零工 母女俩没有及时沟通 所以才造成关系的疏远 日后 她会做好母女之间的沟通桥梁 而对于二女儿 吴先生表示 她也一直在其中 做着协调工作 这个小女儿 一直是劝着 她老实说 我教育孩子和她对了 其实没有 我一直就是教育我这两个孩子 听她的话 别和她对了干 有什么不对的 你可以找我 我可以和你妈 对你可以跟爸爸 爸爸打电话 主要她还是说话 我容易得罪人 我也说她 她妈又不听我 妻子强硬的性格 是吴先生一直很头疼的事 她夹在妻子与孩子之间 也很是为难 对于这一点 观察员母运 正和岳女士 做着深入的沟通 你特别想教好孩子 但我觉得你用力 用得太狠了 用得不是地方 或是一种马力 对 不讲究气球 对 你没有用巧劲 我的目的是 希望女儿能够理解我们 或者说能够温暖我们 靠近我们 那怎么做呢 你得有吸引力 教育需要讲究方法 岳女士清楚 自己的方式过于强硬 但她也表示 自己的急躁 完全是因为这些年压力过大 特别是儿子生病后 她变得格外的焦虑 这半年 我儿子得这个病 没有一点笑脸 每天抽的 儿子这个 这个 吃什么 这个 那个 同样病人的话 一些食物 它是比较贵的 因为它是血糖的 对 有病吗 也得买柿子 买这个车血糖 那样 孩子生病 开销也随之加大 岳女士突然提到 想要丈夫每月提高一些生活费的要求 带着这一要求 观传员武运找到了吴先生 就是一个月上交给他两千 多呢 咱就多给一点 确实挺难的 有空咱就往家 回家分担一点 两个人一块努力 好 那扛电话是不是 过一辈子了 对了 为了能够让这个家持续稳定的生活下去 吴先生愿意做出最大努力 那么密室出来 夫妻双方会如何重新面对彼此呢 大家好 我是铁风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 长期服用他听类药物的都知道 补充腐霉Q10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有一些老铁觉得 腐霉Q10太贵了 不敢用 动则一个月都得三四百元 不过本档快乐团品 让你买到就赚到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每平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平均每天相当于一块六毛钱 而且只限购三瓶 本档我们只备货了三百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现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这款腐霉Q10 首先就是含量非常高 每一粒的规格是300毫克 每100克含腐霉Q10 13.3克 处在市面上 腐霉Q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霉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是心脏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而不敢服用腐霉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本档福利价格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 相当于每天一块六毛钱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孝敬爸妈 都可以 大品牌的腐霉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只限3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从密室处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我们的岳女士 还有吴先生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来金牌调解吧 我感到收获不小 也心情也放下了许多 有时候该放下的就放下 该学习的就学习 调整好一个快乐的 幸福的 心情好 开心的 我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还不如就傻呵呵地笑一下 算了 不要用力 不要对抗 不要绝望 对 首先说我是对我爱人 我还是爱我爱人的 可能是在平常的细节当中 做的是不够 你以后吧 是多一点爱情 少一点抱怨 尤其在孩子们身上吧 咱们共同把这孩子教育好 多关心你 多爱护你 咱们共同把这个家庭吧 经营好 嗯 今天来着咱们的 经验调解吧 我感觉是不需此行 最起碗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有家庭 夫妻美满 孩子才能幸福 有一句话说 老公对老婆好 老婆就会对孩子更好 嗯 好 那我们回家了 好 行 好的 在一个家庭里 夫妻关系是最守卫的 而好的夫妻关系 一定是从尊重开始 尊重彼此的付出 理解对方的不义 相互成就 成为彼此最坚定的依赖 最可靠的后辈 夫妻关系稳固了 家庭才能具有凝聚力 向心力 指引着孩子 走向健康与幸福 最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